柏拉圖理想国 Platot the Republic 今天我们要从理想国第一卷的开头开始讲 我会使用的英文版本是19世纪末所写 到目前为止都是最通行的 牛津版Benjamin Jowett的版本 那如果你没有英文版用中文版其实也是可以 我所使用的中文译本是 侯健的国立编译馆主编联金出版社 那柏拉圖对话录上面都会有编号 所以今天要讲的内容大概是327讲到331 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开头 也就是带出理想国这本书讨论的两个重点 一个是灵魂 一个是正义 但其实今天还没有进入 实际哲学问题的讨论 今天要讲的内容除了 苏格拉底以外讲话的其实是一位老人 苏格拉底问他对于老年的感受 而这个老人是在回顾他的人生 讲一些对于老死 或者是老了以后怎么样看待善恶 或者是果报死后世界的问题 所以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很适合每个人想一想 这并不是什么艰难的哲学思辨 而是人们愿不愿意回顾自己的生命的问题 好 那会出场的人物呢 有苏格拉底 索克拉底 格拉孔 他是伯拉图的兄弟 还有彭拉麦克斯 以及瑟菲勒斯 瑟菲勒斯是彭拉麦克斯的爸爸 那么理想国这一本书 苏格拉底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呈现 也就是他自己是叙述者 这种写法就是会表现出苏格拉底的心情 就是苏格拉底内心的想法也会呈现出来 所以柏拉图设计这种写法 他的目的是要呈现一个传道者的教育热情 问道热情 更多的介绍你可以看导论 就是简介的影片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实际的证文的内容 这整个故事发生的场景 是设计在雅典的港口 但这个港口距离雅典城是有一点距离的 这个港口叫做Parius 那Sephalus是一个Parius的 算是豪族吧 或是贵族或是有钱人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篇故事是以苏格拉底用回忆的方式所想 那苏格拉底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故事发生的隔天 所以一开始苏格拉底就会说 我昨天怎么了 如果你不细心的话 你就会以为这只是在交代背景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伯拉图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子的开头 它呈现的是苏格拉底去这个港口 为了是要参加祭神的活动 它的目的是要向神明祷告 这是在暗示苏格拉底是有神明的信仰的 这个庆典是一个女神叫做Bendis 这个Bendis其实是瑟雷斯地区的月神 那所以对应到雅典的话 雅典的月神就是Artemis 所以大概可以等同于一个外地的Artemis 那因为Paraeus这个地方是雅典的港口 这里人们来来进去去 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异国的 其他城邦的文化 所以这里反映出来的是 苏格拉底对于和自己不同的文化 有一种求知的兴趣 另外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以前的人有没有诠释过 就是为什么是Artemis这个女神 Artemis是月神 他同时又是类似猎神 他的形象经常是一个女猎手 那他代表的是纯洁 这样子有没有一点感觉 就是打猎好像是暴力的战争 或者是代表的是蛮力 但是这个月神又代表着纯粹纯净 其实这象征了 理想国之真本说要谈的灵魂的素质 就是灵魂有理性 这是纯粹的 但灵魂也有欲望 这是属于肉体的 甚至有暴力之气的 那人的理性要控制他的欲望 这样子人的情绪 人的肉体才能得到适当的引导 才能得到进化或升华 这是我试着去诠释 为什么伯拉图设计了 一开始这样的背景 就是这是一个神明 神明代表的是至高至善 然后这个具体神明的形象是月神 他又有好像武力力量 但又同时代表纯洁 这个象征着之后要探讨的灵魂 接下来这几句就不念原文了 苏格拉底对于当地居民的寄神行列 觉得很高兴 那同时他也觉得 瑟雷斯人的表现 就算不要说更好 其实也是很美丽的 当我们祈祷完毕之后 也看了这整个庆典的精彩 我们就要回城 那因为雅典本这个城 是在Parias这个港的东北方 回去是要一段时间的 就在那个时候呢 Paramachus也就是Cephalus的儿子 看到了我们 远远的看到了我们 就在我们准备要回家的时候 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 赶快跑过来把我们叫住 要我们等等他 他说这个仆人呢 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袍子 然后说Paramachus希望你能够等 我转过身来 然后去问他 Where his master is? 你的主人在哪里啊? 结果这个仆人是个小男孩吧 就说There he is Come me after you if you will only wait 只要你愿意等的话 他马上就来了 这个时候Glaucom说话了 Glaucom说Certainly we will 那问题来了 现在是Paramachus 希望苏格拉底留下 那Glaucom这样子开口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他希望苏格拉底能留下 这显示Glaucom是一个想要听苏格拉底谈论道理的人 And in a few minutes Paramachus appeared And with him Adamentus,Glaucom's brother Nercertus, the son of Nicias And several others who have been at the procession 而这里介绍了几个也在场的人 其中稍微值得一提的就是 Adamentus 那他如果是Glaucom's的兄弟 那应该李当也是伯拉图的兄弟 蛮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伯拉图让他的兄弟在 这个对话录里面出现 还有对话 但伯拉图自己完全没有出现过 好,接下来Paramachus要邀请苏格拉底 说 I perceive Socrates that you and your companion already on your way to the city 我想你好 你跟你的同伴已经要准备回雅典城 苏格拉底说 You are not far wrong 苏格拉底的回答有点玄机啊 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说不错的确我是要回去的 他会说你没有错的太厉害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只是羞辞而已 但是我们根据伯拉图的思想和苏格拉底的人格 那就是苏格拉底是做他认为对的或有意义的事 所以他之所以要回程就是因为他来这里要做的事情做完他就回去 这很合理 可是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出现 他也未必一定要回去 所以这样子回答 意思是说除非你证明你比我们更厉害或者你博导我们所有人 不然你就不要回去啦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先不要看下面 你认为苏格拉底会怎么样回答 如果不要说苏格拉底 你认为一个知识分子遇到有人这样子跟他讲 他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好胜的人就会觉得既然你下了战帖 我就要迎战 或者他奠奠自己的精良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他就打太极拳模糊仗 或者根据我们一般对于苏格拉底的印象 是不是会认为只要有人想要问问题 或者是有人表示要挑战 苏格拉底就会加以回应呢 好 那我们看苏格拉底怎么回答 苏格拉底说 May there not be the alternative that we may persuade you to let us go 苏格拉底说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说服你让我们走呢 所以苏格拉底想要走 他并没有因为对方这样子讲 就决定 好 那我要留下来讨论这些事 为什么 苏格拉底的精神不是像孔子一样 有教无类 有问必答 但现在问题在于 对方并没有再问一个知识性的问题 对方只是表示 你要证明你比我们厉害 而苏格拉底认为这件事情意义不大 这反应苏格拉底都不是好为人士的人 Plymachus想要复制苏格拉底的说法 所以他又回答说 But can you persuade us if we refuse to listen to you? 如果我们执意不听你的 你难道有办法可以说服我们吗? 当然这个人这样子讲话未必是有恶意的意思啦 但是这比较反映出对方是只是想要跟苏格拉底讲讲话 并不是有很明确的求知目的 这个时候格拉孔又插嘴啦 格拉孔说 Certainly not 意思是说你们千万不可以听从苏格拉底的说服 一定要把它留在这里 所以你看格拉孔讲了两句话 一开始是说 啊我们一定会待下来的 现在是跟对方说你们千万不要听苏格拉底的 这反映格拉孔这个人是一个 朴实尊重知识 肯定苏格拉底的人 好那这几句不反应 Polemix就说 没错没错 那格拉孔你可以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听苏格拉底的说服 柏拉图的另外一个兄弟 Adventus也掺了一脚 说 苏格拉底啊 难道你没有听说在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计程活动吗 也就是一个torch race on horseback in honor of the goddess 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我也不知道 但是大概就是骑马 拿着火把 然后比赛 Adventus好像有点差题了 他想要讲另外一个理由 说服苏格拉底 没想到苏格拉底说 有马 with horses that is a novelty 这真是个新鲜事呢 于是继续问对方 will horsemen carry torches and pass them one to another during the race 是骑马的接力赛吗 是大家拿着火把 骑在马上 然后这样子接力吗 苏格拉底这个惊讶 而有兴趣的反应 对比着前面 对方表示说我们这么多人 你一定要赢了我们才能走 的没有兴趣 其实细腻的人看到这里 就可以感觉到 苏格拉底这个人 重视的就是知识跟真理 而不是人际之间的较量 然后Polymachus看到这一点 既然打动了苏格拉底 赶快多加几句说 没错 这个庆典也要在晚间举行 你实在应该好好看看 所以我们不妨吃完饭之后 尽快出来看这个赛会 而且有一些年轻人刚好也要聚一聚 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一谈 所以呢 Stay then and do not be perverse 他叫苏格拉底待着 不要再任性了 苏格拉底答应了 那在这个英文版本里面只有写一句叫very good 但是根据这边我看到的中文版本 它的翻译是既是如此决定 那就只好如此啦 据说这句如此决定 是希腊公民大会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当这个公民大会里面 雅典公民会 大家一起表示 我们这些雅典公民如此决定 所以苏格拉底为什么这样子讲 他的意思是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这里所谓的大家是 因为他跟格劳孔一起来 格劳孔也希望苏格拉底留下来 那Polemachus讲的理由并不充分 所以他本来不接受 然后可是那个Adventus又补上了一句 那表示Adventus也如此希望 再加上另外的理由就是 还有祭神的活动 所以这个既然如此 背后讲高深一点 就是有天有人 这个人的意思是说 众人有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个反应的天意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苏格拉底来这里是要祭神的 而他发现祭神的活动还没有结束 所以接下来苏格拉底就跟着Polemachus 到了他家 见到了Polemachus的父亲Cephalus 那么很显然的 Cephalus还没有讲话 这个影片已经拍了15分钟了 那么我也不能讲得更快 因为我要秉持初衷就是 这是一字一句读经典的系列 但是也有人跟我说 现在影片不宜一次拍太长 所以我们就暂时把这当作一段好了 其实柏拉图每一篇对话录 开头是怎么设计的 其实都蛮值得去仔细想一想 这不是只是一种文学或戏剧笔法而已 它具有一些暗示性 也蕴含一些人文道理 但是读者经常会忽略 以为这只不过是故事开场的铺陈而已 好啦 所以我影片一开始说的老人要讲的话 到现在都还没出场 不过就把这当作第一段的影片吧 拜拜